心仍未解決 近日有一些稍為舒緩的消息 就是內地有關方面表示 這件案其中三個人 林榮基、呂波和張志平 將會在幾日內保釋後審 不過暫時未知道 他們保釋之後能不能夠回來香港 如果可以回來香港 在某程度上反映了內地 也願意嘗試由易到難 先解決了情節較輕的 其中三個人的問題 如果繼續寬鬆處理 我對此是表示肯定的 內地在北京兩會前夕 放出常述的消息 相信是希望利用寬鬆的訊號 避免這件事成為兩會的焦點 否則中外記者都會查文到底 可見外奸的關注 努力發掘真相 仍然是解決問題的主要動力 不能夠放鬆的 相反 港府的態度和力度 就遠轉不如理想 我理解他們的工作難度很高 但不能夠因此而避重就輕 完全順應了內地的做法 例如港府表示沒有證據顯示有人越境執法 但關鍵是即使沒有越境執法 但肯定有人越境犯法 李波接受傳媒訪問時 亦親口說了 他是在朋友的協助之下用自己的方法返回內地 換言之 就是沒有經過正常和合法的渠道 明顯是同時觸犯了香港和內地的出入境條例 或者李波的朋友不是公職人員 所以就不是越境執法 但肯定這些是違反香港法律的行為 港府用沒有越境執法的概念 來掩蓋了可能有人越境犯法 顯然是玩弄文字遊戲的手法 其實香港市民關心的不是這件案背後有多少經濟糾紛 或者敲詐勒索 而是李波怎樣失蹤的 建制派亦公開說這一點 因為失蹤的過程涉及每一個香港人 今天發生在李波身上 日後就可能發生在其他人身上 港府不能夠等閒置之 現在這件案更加上升到國際層面 中國不要輕視這件案在國際上的發酵程度 如果不盡快解決 或者對中國還有更多傷害 有消息說 沒多久之前 奧巴馬邀請東盟國家首腦到美國開會 就是利用這件事 挑撥這些國家和中國的關係 因為案中的桂民海 就是在泰國被人帶走 而後來聲稱自願回國 這些國家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 也會借勢 利用這件事作為跟中國談判經貿合作的壓價籌碼 印尼高鐵出現變數就是例證之一 中國雖然經濟強大 有足夠的談判本錢 但是犯不著因為這件事 而比外國借勢 增加外交工作的難度 相及自身的經濟利益 還比美國一個加強和東盟國家關係的機會 何苦呢 經濟利益 指索上